中醫師今天特別提醒心肌缺氧這件事 40歲的男廚師天冷 所以他的左胸悶痛 檢查沒有異狀 可是他心悸 面色苍白 倦怠感 莫名容易出汗 頸部酸痛 邁向微弱 他找中醫條理改善 觀眾朋友 您今天看到這麼大的一個手板 這個是詹詠照詹醫師自創的 叫做點穴轉轉卡 您可以說明一下嗎 來 詹院長 這什麼意思 這個譬如說頭痛的話 我們點到這個頭痛的地方 就會出現紅色的點 仔細看 紅色的點 那就是你只要針對這個紅色的點去看 所以紅色的點就是這裡 所以頭頂痛 頭頂痛一般來講百慧 就按百慧 後腦痛的話 我們按了風尺 那如果說太陽瀉痛 就按太陽 所以前額痛就按這個硬糖瀉 所以這個 不管這個頭痛 你只要 譬如說脖子僵硬的話 頸椎退影一樣 這樣子就會出現 看哪個是紅點 就是你要按的位置 小頭紅出現 就是我們要按的位置 是嗎 來 請甄莉姐 今天要來轉轉 看您要選擇哪一個症狀 有頭痛 頸部痠痛 五十肩腰痘 做股神經 那我當然要頸部痠痛 因為頸部真的是 目前我覺得 天氣一變化的時候 這邊其實很緊 你知道嗎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老公他就說 他高血壓的時候 就是這裡很緊 所以我現在只要這裡很緊 的時候我都很緊張 來 演講如何處理呢 一般來講 其實很多人早晨起床 不是僵硬 其實第一個 我們先按後面一個 叫做肩頸瀉 肩頸瀉 就是在我們的肌椎跟肩胛骨 這個高點兩邊連線終點 這個地方 這就是肩頸瀉 有感嗎 超級 非常的有感 好爽 這肩頸瀉 那當然點頭不舒服的時候 可以在我們這個肩中梳 就是這個大椎瀉 就第七頸椎旁邊 兩個手指的位置 這個叫肩中梳 那如果說還不舒服 再下一點就是 第一胸椎旁邊 三寸的地方 大概就是肩外屬 可以這樣這三個點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最重要這上面是 叫風磁瀉 風磁瀉在我們的耳垂 跟我們龍骨正中線 連線這個阿滑的地方 這後腦痛 或是脖子僵硬 早晨起來 先按個風磁肩頸 再肩中梳 好棒 那當然很多人會落枕 對 所以常常脖子左右轉動困難 這邊有個叫 凶手乳突肌 這塊重點 給它稍微溶一下 不會舒服 超級有感 這個溶一下 你的脖子本來僵硬就鬆了 那最後一個叫做 落枕穴 在第二指跟第三指之間 這個 這個 二三指 這個就推到近點 這個地方 也是痛啊 這整個都還撩撩的感覺 容易鬆開來 這是脖子僵硬 好像這邊有 這邊緊了 這個就是徒手療法 兩邊都可以 謝謝 好 接下來這個叫做 開心經絡按摩工 來 我要先請院長來講一下 等一下會按到 檀中穴 大包穴 還有背部的一些新書 我們先來講這個 膀胱筋 如果說一般重要的穴位 應該要怎麼看 這個膀胱筋來講 這個所有腰痠背痛 基本上都是在按摩這個膀胱筋 對 像現在一般來講 現在天氣很冷 我們後面有個叫新書 在左側的話 如果說有時候很緊的時候 按一下新書 有可能那個胸部的肌肉 心臟肌肉會稍微放鬆 疼痛會有舒緩 好 這叫新書 當然現在天氣冷 很容易喘的人 就可以按這個肺書 在第三胸椎 新書在第五胸椎 另外一個 常常腰痛 像我們主廚 太辛苦了 過年太辛苦了 就要按我們的肾書 這肾書現在在第二腰椎 第二腰椎的位置 這第二腰椎給它稍微 給它放鬆 整個腰痠痛就會改善 當然有一點背痛的話 就找個肝書 這個最常見 當然我們攝護腺肥大來講 我們會找一個叫做膀胱疏 膀胱疏 在膀胱疏這邊 對 這個是膀胱筋的目線 它是可以到這邊來 按這邊會舒緩它 舒緩它的那個攝護腺那邊 好 這非常重要 馬上有請國宴主廚 雷神 為什麼呢 因為雷主廚 一般它的強項是健康料理 不過您過去有發生過什麼 類似心臟不舒服的事件嗎 我也是比較會肩頸酸痛的問題 心臟的部分倒是沒有 但是我覺得按摩心臟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工作 心臟要有夠力 壓力也大 都是高壓的工作 是 今天有請院長來教開心經絡按摩工 所以邀請主廚是趴著還是 我們先主廚過來這邊好了 我們先弄個坦中 坦中是在兩個乳頭中點這邊 中間 兩個乳頭的中心點 這是坦中穴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按個十下 其實蠻痛的 因為工作太忙的時候 有時候給它舒緩一下 這個旁邊肌肉腿會放 我以為開心是大笑就好了 結果還是要再按 就是我們的側面 側面這腋下 這腋下往下大概六吋的地方 跟我們福樂跟腋下連線終點 這個叫大胞蟹 這個 這個很刺激 這個 我們心臟的旁邊 所以這個大胞蟹按一下 你心臟收收力的價錢 所以可以按一下 坦中按完 按一下大胞 再來按一個極拳蟹 極拳 太重要 然後接著剛剛我們講的這個心書 心書大概在第五胸椎旁邊 大概兩個手指的位置 大概在這邊 前後按一下 這個肌肉 這個心臟會比較舒暢一點 零腺有感嗎 前面這個case來講 它就是 有 但是難怪我們有時候要給人家搔癢 大家就會開心的感覺 按一下 會讓那個七字血液的現象舒緩 是是是 還有手啊 好啊 來 那手的話 眼部的話 當然講 一般來講內關系胸位 所以胸部不舒暢 可以用這個內關線 是 這內關線是這個轉橫紋往上 三個手指 中線 中線 對這個 包括胸悶啊 或是氣喘 都可以用 是 另外一個就是勞工 勞工穴是第三指跟第四指 你彎下來 這個地方 兩個手指的 彎下來這個地方 對這個彎下來 剛好兩個手指的中間點 勞工 這腥包筋啊 直接會通到我們心臟那邊 促進心臟那邊 對 雷神覺得這個點是有感的 有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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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拍打 加碼 所以我們請雷神主廚 是趴著還是躺著呢 趴著好了 趴著 好 有兩個 好 一個這叫拍打棒 拍打棒 這個大概 這一般我們神經 神經檢查的那個 那個 好 來 當然剛剛講的 它這個心疏這邊 對 其實也可以用我們這個 這個 輕輕的去敲它的穴位 敲它的膀胱筋啦 其實膀胱筋可以一路往下 這個好 這個好 兩邊都有 對 當然心臟靠左邊 我們盡量多敲兩下 冬天 是 這是一個 對 這是比較溫柔一點 還有這個 這很像是 這個拍起來的舒適感更好 你竟然敢打雷神 這個拍打的膀胱筋 膀胱筋是在我們脊椎的 脊椎的 一寸半跟三寸的位置 所以說 比兩個手指跟四個手指 三個手指跟四個手指的位置 所以 我看你拍打的順序 前後都可以 可以從 比如說 氣管比較弱的 從肺數開始拍 肺數拍 拍完 拍完心疏 那 過度老實水的時候 腰痠背頭這一塊 再下來就是 腎疏 顧腎 所以我們 老人家 夜尿多了 其實這個腎疏也是可以 多多按一下 大概是 太好 類神您有改嗎 有 非常有改 舒服 這個是拍打工 學起來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 FB 點贊 1 3 6 6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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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